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地铁跑酷 那么也是世界巡回赛又来到了一个新更新 那么这次来到了埃及首都最大的城市开罗 那么属于埃及首都最大城市也是非洲及阿拉伯世界最大城市 城市横跨尼罗河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那么位于是埃及东北部 那么由此验证了一个问题啊 那么地铁跑酷它的世界巡回赛是固定的国家固定地点 在每月进行循环 那么它差不多能有一个12个到15个国家来进行循环 因为开罗在去年我好像是玩了过 这个我有印象啊 开罗之前也是这个印象非常深 因为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游戏开罗让我了解了一下埃及的一些的设定 所以说那么也是验证了之前的这个想法呀 那地铁跑酷并不是每个月都推出的是新城市 它是利用这些城市来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这么做的话 它并不并不需要经常的维护了 那也就是每月进行一个循环更新 哎他这个想法是真不错啊 咱们做15个国家 然后哎每年一月一循环就相当于变相更新了 同时推出一些这个人物皮肤以及其他东西 那其实说实在的一个跑酷游戏 你让它频繁更新 它也出不了太多东西啊 那游戏就是这样 你不更新的话就没人玩了 像分装毒宣导2啊 还有植物炸强式2也不怎么更新了 那玩人数也是比较少了 并不像前几年那样火爆 那开了的话也是继承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分额 那么从这种黄沙色的整体配色 也是比较符合埃及的这个国家的地方啊 那我们由于还是没有购买埃及的这个服饰 那因为钱没有攒够啊 那要知道不克金的话 去攒金币还是非常一件痛苦的事情 那其实游戏它主要盈利 也是卖这些人物皮肤来赚钱 需要克金来购买金币 以及购买皮肤 甚至有的是直接需要这个现实的货币来进行购买的 那么游戏的话 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内购的选项是正常的 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单机游戏 也走上了内购 像孤岛惊魂刺客信条 都有这个内购的选项 但内购归内购 它有的话 那么也会给一部分人来选择 那你不买也不会影响什么 那如果是不出这个的话 那大姐会都没有 那么出了的话 你想买 那么就掏钱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那现在这种带内购的选项 也是越来越多 那从最早的话 这个免费游戏到内购游戏 带到现在的正版的买断制 那也是游戏都完全在走向正版化的一个过程 还是比较不错的 正版游戏同时可以带来更为优秀的这个维护的服务 那么下载跟游玩更方便的 那盗版游戏的话就会损失一定的游戏更新 那只玩个游戏内容就删掉的话 那么盗版也是可以的 但尽量还是支持一下正版游戏 这样的话游戏开发组才会有更多资金 来开发一些新的比较好玩的游戏 那开楼的话 咱们是收集这个类似于像烟雾的东西啊 看起来比较奇怪 收集十个 那在首周你要完成十个收集的话 那么在后续就会变成二十个 那如果想收集就尽量在首周完成十个收集 好的 那本期游戏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